之四的Floor究竟好不好听 今天中午 在等待了七年后 之四终于以solo专辑密出道 主打曲Floor MV发布四分钟播放破百万 毫不意外地 关于主打歌Floor究竟好不好听的一门 瞬间成为网络热体 说好听的 认为曲调很上头节奏很好 说不好听的 觉得歌太平复歌像印度调子很大的咖喱 那句只留下花香也被调侃向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 当然也有被YG此前的秘籍宣传胃口被吊得太高 听到全曲看到MV后略感失望的 比如我 Floor真的难听吗 倒不是 作为稍带调皮的欧式宫廷风和美式寒流RMB风的曲 整首歌的古典确实很爽 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歌很乱听的我心烦意乱 但是当我看了十几遍MV关掉画面只听歌后 我发现接受度高了很多 它变得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至少比Lalisa好了不少 当然了 就像公认Money比Lalisa好听一样 几乎所有人也都认为收录曲OI好 要比主打歌Floor好听不少 也更适合直思的演练 至于Floor能不能活 答案是肯定的 直思的人气摆在那里 MV发布后已经开始有不少网红翻跳了 而最被吐槽咖喱味满满的副歌 未来却是最可能活的 K-POP的歌 不怕不好听 就怕没有记忆点 当你开始吐槽的时候 其实你的意识就已经开始接受它了 而这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